2019年正好是 中国正在发生巨变的一年 也是赶巧了 2018年整个一年的转变 奠定了2019年的基础 2019年整个围绕的一个重心是经济 因为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 在世贸组织内出现的地位问题 从2016年开始没有被认定为市场经济国家 2017年折腾了一年 到2018年正式由美方提出贸易301调查 2019年我们已经看到无数个国家 开始与中国划线了 开始站队了 外资撤离的同时 中国的组装加工业受到了重创 而且国际上已经有许多个国家 出台了与中国在经济上 实行切割的一些政策 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一个国家 明确地拒绝与中国经贸往来 没有一个国家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不断出台的一些政策 其实就是在切断 中国与外界交往 经济交往的这个通道 所以呢 别认为2019年 是896430年的纪念 然后这个中共建政 是吧 70周年 老是从政治层面上 去追究这个问题 其实不单纯是一个政治问题 它主要还是经济问题导致的 那么2019年 在中国围绕的主题 从经济的层面上 你可以看出 第一个映入我们眼年的 是工作机会的缺失 因为大量的工作机会 已经没有了 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 这个程序相当慢 中美之间没有达成一个明确的协议 虽然极有可能在未来的一两个月之内达到 但是现在没有 不仅没有 而且很多国家已经开始 做出了一些自己的抉择 那么我看到很多乐观的人 甚至认为这是一场 民主与专制的对决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看到 我们看到的只是 经济层面的问题 因为中国被摒弃在世界贸易体系之外 美国现在不断地与 它所有的盟国 重新签订一些贸易协议 几乎是在世贸之外 另立了一个框架 那么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 中国的经济呢 找不到新的增长点 我们看到 习胖这一届政府 一直在挖掘 这个对类的 更加严密的控制 无论是从 思想上 还是从经济上 现在又提出了 在宣传上 是吧 加强 党的宣传工作 宣传工作是重中之重 是吧 昨天好像刚刚开了一个会 那么 以前几届政府 都是靠经济发展 来掩盖 政治方面的原因 这一届呢 不行了 是吧 他们把 这个游戏玩砸了 在经济合作这个层面上 全世界都在与中共 逐渐地进行切割 现在中国真正能够 出口到国外的 有把握的产品 已经不是 前几年我们认为的 机电产品 是吧 电子工业 制成品的 就是代工这一类的 组装这一类的 其实现在已经不是 前几年我们一直说 每年中国进口最多的是 电子芯片 那么电子芯片 以及 这个附属产品 每年中国要进口 两千多亿 最高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个数字 是两千六百亿美金 一年 那么今后这个产业链 将逐渐被终止 许多这个生产厂家 已经逐渐地外移了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是中国一个一个 拳头产品 因为他们在全球范围内 他们有自己的优势 比如说 假发这个行业 中国有专门生产 假发的这么一个 乡镇企业 或者说 这都称之为叫 全国的百强镇 有专门生产 假发的 有专门生产 这个油画批发的 那么在生产的过程中间 它形成了自己的一些优势 在全球范围内 形成了自己的优势 优势是什么呢 中国人是黑发 年轻的小姑娘 养了一头黑直发 可以卖出一笔高价 所以呢 中国在 假发这个行业中 它是以真发 以黑直发 来闻名的 对吧 我们知道 许多这个 黑人 他因为要参加一些活动 是吧 把自己 打扮 收拾一下 他需要 买不同的假发 因为他自己的头发 无法打理 是吧 没有可能做出 多种多样的塑形 所以他总是要 进口一些假发 来填充到国际市场上去 全世界许多国家 都在中国进口 中国假发业务 其实相当发达 中国有各式各样的 权的产品 目前找不到替代过 是吧 但是他 他无论怎么出口 他毕竟是有限的 你就在这个行业中 就是你 出现在大的利润 你终归 有一个产能的问题 是吧 世界市场不需要 太大的量 那么有些人说 中国有自己的制造业 有自己的这个 有自己的那个 说了一大套 其实都不太管用 真正管用的 还是在全球经贸体系中的定位 2019年是一个 中美即将达成一个和解 或者说即将达成一个 虚假和平的这么一个年代 整个世界没有完全能够甩脱对中共产能的这种依赖 但是如果说片面的指望 这个中国经济能够借此腾飞 那就完全属于多效 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经济正在快速的硬发路 现在我们看到所有内地的宣传 都是以宣传 以舆论的攻势来掩盖经济的问题 中国经济的问题呢 它今年不仅仅反映在对外贸易上 其实在国内更多的失业公认 它会引起一连串的问题 紧接着我们看到就是房市 房市你稳不住的 现在全国出台了相当多的推进 房市快速增长了 这些优惠政策 甚至提出来一成一策 就是依据每一个城市的情况来制定相应的政策 就把这种放权的程度已经降低到 每一个城市可以采取不同的政策 会不会有成效呢 现在只能说中共有这么一种预判 希望各地能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把各地的经济搞上去 最起码是要稳住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 中国的地方政府 十几年前 就一大批一大批的破产 最近几年被公布出来的数据 好像是最厉害的应该是镇江 镇江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 连政府债务的利息都无法偿还 像镇江这样的城市在全国 成把转 全国我们说过34个省级行政区 你抛开你一十八号管不着的这个台湾 香港跟这个澳门 是吧 其他的你算算 也就五六个能够自己挣钱 能够自己养活自己 剩下来的都是靠中央财政发钞 靠财政补贴他们 完全就是印钞 说白了一句话 就是靠政府的赤字来推动他们 那么市民手上有一些油资 怎么办呢 现在开放了地方债 开放地方债 就是因为中央政府 已经无法为全国的地方托底了 是吧 三千多个市 地级是三百多个 是吧 县级是两千八百多个 省级是 就省会城市三十多个 腹部级是六个 在这种情况下 你能保住的就是大城市 中小城市 其实已经救不过来了 每次到这种 税负不够支撑国力的运转的时候 就国家管理体系运转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看到了一个 改朝换代的这么一个节点 没有人希望中国发生动乱 因为我们知道动乱的背后 不仅是死人 还有一个就是国土无法得到保全 所以中国有很多人 其实他不愿意中国进行变革 制止中国走向变革的这股势力 其实一直是有的 而且人数相当多 只不过这个东西呢 它不是你想象 能够维持社会稳定 它就能维持的 它不是说你花多少钱的问题 是吧 总体来说 中国的经济 一旦快速的硬着路 没有什么 可以解套的方式 那么改朝换代 这个流程就必然要开始 人们在 小心翼翼的抉择 今后的刀 中央的威信呢 它如果在国际社会中 得不到稳定 那它就必然要丧失 没有源源不断的外汇收入 中共中央 它是不可能 长久的控制全国的 所以我们很快 将会看到 地方离心 开始出现自己的政策 现在有可能 中央给了一些政策 那么地方呢 不断的会要政策 在要政策的过程中 会产生出 对权力的贪婪 当然了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就典型的属于那种 按倒葫芦扶起瓢了 靠中央的几个人 是压不住的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